他轻步漫舞身姿卓绝 他极飞高响体轻如风 他就是中国奥运史上最牛的替补队员物理 每一切的奥运会中 都会涌现出一批天才选手 他们或将成为统治赛场多年的长青树 或是如同一棵璀璨无比的流星 在天空中惊艳地一闪而过 而物理显然是属于后者 他刚出身不久 便被诊断出患有遗传性肝炎 这让他从小就体弱多病 长得十分的瘦小 于是父母为了增强他的体质 并将他送进体校练习起了体操 但恐怕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决定竟然能开启他的奥运之路 进入体校之后 露力训练得十分刻苦 很快就顺利入选了湖南省体操队 但他所患有的一杆是一个相当难成的病症 他只能一边训练一边煎药条理 当时的他如同背着一个沉重的药罐子 几乎没有教练看好他的未来 除了这个男人 他就是露力的伯乐 体操就练熊警兵 这个男人如师如妇 把露力诞成了自己的女儿一白悉心照料着 而小露力也很争气 在四年的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就证明了自己 并在那之后顺利入选了国家队 但因为肝病的原因 他并不能参加集训 只能和主管教练单独训练 但他并没有抱怨更没有放弃 训练的反而比之前还要更加刻苦 哪怕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他也要全力以赴的去争取 也许是上天被他的努力所感动了 在1992年巴赛罗那奥运会上 未满16岁的露力更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由于原体操主力实力引臼伤复发 所以替补队员露力幸运地获得了出场机会 在高低杠的决赛中 露力仿佛要把多年的苦难转化成一把利润 在短短的30秒的时间内 他向全世界展示了他这把锋利的宝剑 他从上档到落地 每一个环节都完美如下 他上下翻腾的身姿 好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燕子 他这道行云流水的动作 不但征服了所有观众 更征服了六位特克的裁判 他们全部给出了满分十分 露力奇迹般战胜了 之前获得9.987的美国选手 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他如钉子般站在地上之后 现场观众所爆发出的欢呼声 已经震耳欲聋 这个瘦弱的小姑娘 在那一天用自己精彩绝伦的表现 震惊了全世界 在这之后 国际体操会更是把这道动作 以露力名字命名 但殊不知 他们为了这场胜利 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 最后他又获得了平衡目的亚军 对于露力来说 他赢得的不光是体操赛场上的金牌 更是赢得了人身赛场上的金牌 可是如此坚强的露力 却仍然抵抗不了病魔的清晰 在两年之后 无奈结束了自己的体操生涯 但他从没有放弃 与自己命运的决斗 退役后的露力远嫁美国 并在美国开办了体操俱乐部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自己的体操事业 命运并不总是公平 因为我们能像露力 但要不去抱怨更不要气馁 遇水驾桥逢山开路 处理奋法主行不代 相信上天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